蛋糕店老板娘的皮包被偷 她一口咬定是刚被开除的女孩所为 女孩承认拿走皮包 却称只是为了讨薪 并且说出老板娘开除自己的真正原因 老板娘本是丢包的受害者 却为何也被检查机关提起公诉 渊渊相报的两个女人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在南方的一座小城里 有一条远近文明的老街 这条街上都是一些本地人 十分认可的老字号商店 就在这条街上 有一家传统的手工糕点店 店里的糕点品质尚成 口味也十分地道 由于这家店的老板叫大龙 所以店的名字就叫大龙的糕点店 是由大龙夫妻俩开的 而对于每一位到店里的客人 大龙和她的老婆 都会十分热情地打招呼 可有一天 一个打扮时尚的年轻小姑娘 推门走了进来 站在柜台里的大龙的老婆 刚准备笑脸迎客 可这一抬头却脸色一沉 接着她没好气地说了 你来干嘛呀 我们店里不做你这种人的生意 女孩听后没有坐身 继续走进了店里 嘿 看来光动嘴是赶不走这女孩了 于是大龙的老婆 三步两步地就从柜台里走了出来 准备亲自送客 就在这个时候 大龙正好从厨房里走出来 见到这一幕啊 她是立刻上前拦住老婆 小声地说 算了算了老婆 来了都是客 再说了 这店里这么多客人 给人家看见你这么不客气 多不好呀 而且啊 我们总不会跟钱过不去吧 她来买点东西 在我们这儿花点钱 不也挺好的 大龙的老婆一听 也有些道理 所以啊 虽然是心不甘情不愿的 但也只能作罢 可嘴里呢 还不依不饶地 故意大声碎念着 哼 也不知道她的钱干不干净 反正都是去夜总会 给人家陪酒赚的 说完 她便去招呼 其他的客人了 女孩呢 显然是听到了这番话 转头就跑出了店门 可没多久 只听见大龙的老婆 尖声地喊道 我的皮包呢 我的皮包不见了 大龙听了 赶紧出来看了看 柜台下面果然空空如也 刚才还放在柜台底下的 琵琶包无翼而飞 大龙老婆一口咬定 这一定是刚刚那个女孩偷的 紧接着便打电话报了警 那么这个女孩是谁呢 为什么大龙的老婆 对她这么有疑呢 很快啊 民警赶到了现场 大龙的老婆也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说给了警察听 据大龙的老婆说啊 这个姑娘叫做邱小云 就住在不远处的居民楼里 以前还在店里打过工 后来是因为手脚不干净 没到半年就被她炒了鱿鱼 说到这儿 大龙的老婆还补充说 民警通知啊 这个死丫头偷东西可是有遗传的 她爹就是个贼 现在还在监狱里蹲着呢 她一定是记恨我炒她鱿鱼 才偷我皮包报复的 接着大龙的老婆 把皮包里里外外的样子 详细地向民警描述了一遍 还着急地强调说啊 警察同志 你们可一定要把那死丫头找回来 我的皮包里可是有六万八千元钱的 六万八千元可还真不是一个小数目呀 可大龙的老婆在皮包里放那么多钱干嘛呀 民警有些纳闷了 大龙的老婆也赶紧解释说 这个钱呢是她今天早上才取出来 用来进货用的 就这样 民警立刻对此事立案并展开了侦查 正当民警打算兵分几路 搜捕邱小云时 却在离店里不远的一条小巷子里 发现了鬼鬼祟祟的邱小云 邱小云一见着民警啊 就像老鼠见着猫似的撒腿就跑 可很快 慌不择路的她 还是被民警给控制住 并带回了公安局 但还别说 这个叫邱小云的丫头啊 个子虽然瘦小 但脾气倒挺僵 无论民警怎么问 她就是一言不发 民警们也指得从其他方面下手 进行调查 经调查 邱小云只有17岁 还是一个未成年人 根据法律规定 如果要继续对她进行询问 就必须通知她的家长 可再一调查邱小云的家庭啊 发现邱小云还真是个可怜的孩子 她的爸爸 果然像大龙的老婆说的一样 一年前因为盗窃罪 被关进了监狱 她的妈妈呢 也就此下落不明 现在唯一陪伴邱小云的 就是她的奶奶 70岁的邱老太 于是民警立刻打算联系 邱小云的奶奶 可听说民警要联系奶奶 刚才还油烟不尽的邱小云 一下子就说不住了 几乎要哭出声来的哀求说 警察叔叔 求你们别把这事告诉奶奶 她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 不能受这刺激 现在你们问我什么 我都会老实交代的 大龙老婆她的皮包啊 是我拿的 可钱我一分也没动 现在就放在我床底下呢 接着邱小云一五一十地 说出了作案的全部经过 原来她是趁大龙两口子 招呼其他客人的时候 偷偷拿走了大龙老婆 放在柜台里的包 然后就一口气跑到家里 回到家后把钱塞到床底跑出来 想把空包扔掉 没想到却遇上了搜捕她的警察 之后邱小云还在民警 找到了被她丢弃的空皮包 经确认这个包就是大龙老婆的 接着民警又让邱小云 带他们回家去清点 被她藏在床底下的钱 邱小云带着民警走进了房间 她趴在地上 从床底下拉出来一个破鞋盒 打开后递给民警说了 这里就是大龙老婆皮包里的钱 全都在这儿了 我发誓我一分都没动过 可民警接过来一数 怎么数都只有八千元 就这么多了 民警疑惑地问 邱小云是边点头边说 嗯 就这么多都在这儿了 可不对呀 大龙老婆报案的时候 明明说包里有六万八千元钱 可这里只有八千 难道这六万还能长了翅膀 飞走了不成 还是说啊 这个邱小云根本就没说实话 于是民警把邱小云和这八千元钱 一起带回了派出所 回到派出所呀 民警以涉嫌盗窃罪 对邱小云采取了刑事拘留 并通知了邱小云 住所地区委会的工作人员 并对邱小云进行了再次讯问 这次讯问实力的邱小云啊 眼泪是哗啦啦的就流了下来 他委屈地对民警说 这事儿是我不对 可大龙老婆她也太欺负人了 我拿她的包啊 只是为了拿回被扣的钱 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原来啊半年前 邱小云的父亲入狱后 他就和奶奶相依为命 奶奶身体不好 一天三餐还都离不开药 可奶奶那点救济精呢 只能维持祖孙俩的生存 所以啊 邱小云高中没毕业 就选择了辍学打工 并照顾奶奶 可去哪儿打工呢 他脑子里第一时间冒出来的 就是大龙的糕点店 因为啊 糕点店离家里近 可以方便照顾奶奶 更重要的是 大龙的为人地道 店里的生意啊 也总是很好 所以他就想了 自己要是能在糕点店里帮忙 那工资一定是有保障的 就这样 邱小云成了大龙糕点店里的小帮工 负责包装和销售糕点 邱小云被老板娘开除 竟是因为她意外发现 老板娘的惊人秘密 丢了工作的邱小云 惊人介绍去当了陪酒女 被家人发现后辞职 没有经济来源的她 再次去到糕点店 偷了老板娘的皮包 却为何称自己是受害者 冤冤相报的两个女人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来到店里打工以后 邱小云才知道 糕点店的生意之所以这么的好 靠的可不是运气 而是大龙对糕点质量的严格把关 大龙他严格到什么程度呢 因为店里的糕点都是当天 由大龙手工制作的 所以没有添加任何的防腐剂 那么为了保证糕点的质量 当天卖不完的糕点呢 关门后 大龙都会从销售架上撤下来处理掉 可大龙的老婆这下就看不过去了 这不是糟的钱吗 所以他提出啊 与其这样 还不如让他选些能吃的糕点 拿去救助站里 接济无家可归的人 自那之后 每天关门以后啊 大龙的老婆 都会把这些本该扔掉的糕点 挑选后打包起来 拿去救助站 邱小云没想到 原来平时精打细算的老板娘 竟有着这样的菩萨心肠 顿时啊 也兴生了几分敬意 可就在不久后的一天晚上 邱小云却有了意外的发现 一天下班回家后 邱小云发现啊 自己的手机落在店里了 于是他便返回店里去取 可走到店门口 他却发现 厨房的灯怎么还亮着 难道是今天自己走的时候 忘记关了 邱小云赶忙跑过去 可走近了 却看见老板娘 在厨房里包装糕点 邱小云小心翼翼地 趴在门口仔细看 却发现老板娘 正在把一天收集下来的 过期糕点 重新包装 并打上新的日期 这才知道原来老板娘之前的好心是借口 只是为了掩饰她现在所做的一切 将包装好的跟新鲜的混在一起 进行二次销售 邱小云看得是目瞪口呆 没敢吱声便跑回了家里 第二天清早 邱小云带着两个重重的黑眼圈 照常来店里包装糕点 而此时大龙早已在厨房里 忙活着自作糕点了 邱小云看着满头大汉 辛苦做糕点的大龙啊 在想到昨晚看到的一幕 心里十分纠结 究竟自己要不要告诉大龙呢 大龙看出了邱小云的心事重重 于是就问了 小云啊 你小姑娘家家的 成天皱个眉头都不好看呀 怎么了 遇到什么麻烦了 是奶奶的身体不好吗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你尽管说 我一定会帮你的 大龙的关心 让邱小云的心里 更加的难受了 他实在憋不住 便一无一时地 把自己昨晚看到的一幕 告诉了大龙 大龙听后觉得难以置信 他不敢相信 自己的老婆 竟然敢背着自己 干这样黑心的事 而就在这个时候啊 大龙的老婆 也像往常一样 神情自若地来了 大龙立刻上前质问 可没想到 大龙的老婆 却不慌不忙地说 是邱小云告诉你的吧 我就知道 他会恶人先告状 他这些鬼话 你也相信 一旁的邱小云 听了忍不住了 就说了 我昨晚十一点来店里 明明看见您在厨房里 给过期的糕点换包装 大龙的老婆听后啊 却冷笑地说 哼 臭丫头呀 这说话可是要讲证据的 你说我换过期糕点 你有证据吗 邱小云昨晚吓得慌忙逃回家 哪里会留下什么证据啊 邱小云就着急了 就说了 都是我亲眼看见的呀 如果我骗人 就天打雷劈 这时候啊 大龙的老婆 哈哈大笑了起来 嘿哟 还天打雷劈呢 那我倒要问问你了 你昨晚大半夜 鬼鬼祟祟地来店里干嘛 要不是昨晚 我在店里算账晚了 这店里早该给你搬空了吧 哼 真是上梁不振下梁歪 有什么样的爹 就有什么样的女儿 大龙老婆的语气 越发地咄咄逼人 邱小云被大龙老婆 这么一说啊 眼泪是巴搭巴搭地往下掉 邱小云没想到 自己揭发大龙的老婆 却被反咬一口 觉得十分地委屈 可这是怎么回事呢 要说啊 这姜还是老的辣 原来 昨晚邱小云跑回家时 比较慌忙 撞到了货架 惊动了大龙的老婆 大龙老婆猜到 一定是邱小云 所以啊 她就藏好了过期的糕点 还想好了对策 诬陷邱小云偷东西 自那以后 邱小云和大龙老婆 算是结下仇了 得罪了老板娘的邱小云 自然是没好果子吃 不到一个月 大龙的老婆就找了个理由 将邱小云开除 并客扣了她 大半个月的工资 邱小云丢了工作 但却不敢告诉奶奶 可没了经济来源 接下来的生活 该怎么办 就在这个时候 邱小云在网吧里认得的一个朋友 给她说了一份既好玩又赚钱的工作 于是当天晚上 她就跟着这个朋友啊 来到了一家夜总会 在夜总会里 大家一起喝酒 跳舞 玩得十分开心 回家之前啊 邱小云的这个朋友 还塞给了她六百元钱 并告诉她 这个就是工资 如果她接受了这份工作啊 以后工资还会涨 而工作的内容呢 就是像刚才那样 在酒吧里玩 邱小云简直不敢相信啊 天底下竟然有这么轻松 还赚钱的工作 自那之后 邱小云的穿着打扮 言行举止 也慢慢发生了变化 化的妆是越来越浓 穿的裙子也是越来越短 说起话来啊 也变得脾里脾气的 奶奶是最了解自己孙女的了 她发现了邱小云的变化后啊 一打听 才知道孙女 竟然到夜总会里 做起了陪酒的工作 奶奶这一下子 气得是病倒了 卧床不起 病床前 她还对邱小云说 就算奶奶这病不治了 也不能看到你 这么自甘堕落 邱小云这个丫头吧 什么都不怕 就怕奶奶伤心 这样邱小云辞掉了工作 可没了收入 该怎么养活奶奶和自己啊 该怎么给奶奶治病啊 这时 邱小云想起了大龙老婆陷害她 还苛扣她工钱的事 于是她决定 要去找大龙的老婆 拿回被扣的钱 可大龙的老婆呢 不仅不给钱 还成天啊 在街坊邻居里搬弄是非 数落邱小云 邱小云讨心不成反被羞辱 所以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就决定以偷的方式 拿回工钱 并报复大龙的老婆 老板娘报警时 称皮包里有六万多元 逮捕邱小云之后 却发现只有八千元 数额相差这么多 是邱小云私藏了脏款 还是老板娘借机报复 狮子大张口 老板娘本是作为受害者报警 最终为何却被检查机关告 走上了法庭 渊渊相报的两个女人正在播出 说到这儿啊 在询问室里的邱小云是泪如雨下 她为自己一时冲动和鲁莽 后悔不已 她对民警说 警察叔叔 我真的只拿了这么多钱 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那如果邱小云没有撒谎 这不翼而非的六万元钱 又去了哪儿呢 民警带着疑问啊 再次找到了大龙的老婆 这次他们开门见山地问道 您说您被偷了六万八千元钱 那这钱是从哪儿来的呀 大龙的老婆 被民警这么突然的问题啊 给问懵了 过了一会儿 她才结结巴巴地回答 可一会儿啊 她说这个钱啊 是从店里的收款机里取出来的 可一会儿又改了口 说是从银行里取出来的 可经民警们的核查发现 无论是她说的哪一种说法 都不能存立 这个时候 大龙的老婆知道 自己没法再隐瞒下去了 终于低头说出了实情 原来她包里只有八千元钱 她之所以编出六万八千元 这个数字啊 只是为了报复邱小云解恨 其实大龙的老婆 对邱小云给大龙打小报告这事啊 一直还是耿耿于怀 她就心想了 一定要教训一下这个死丫头 没想到这想着想着 机会就送上门来了 邱小云竟然还偷到了自己的头上 于是她灵机一动 报警的时候啊 就故意多说了六万元钱 夸大了损失 想的就是让邱小云多长点苦头 真相忠于大白 多出来那六万元钱啊 其实根本就不存在 于是公安民警把找到的八千元钱 分文未少地退还给了大龙两口子 很快检察机关也以涉嫌盗窃罪 对邱小云提起了公诉 因为邱小云没钱聘请律师 又是未成年人 所以法院为她指定了辩护律师 法庭上邱小云的律师提出 邱小云是未成年人 她家庭贫困 家庭结构残缺 奶奶需要钱治病 大龙的老婆又扣了她的工钱 这一切的客观原因叠加 才导致了邱小云一时糊涂 误入歧途 盗窃了皮包 而邱小云在盗案后 能够坦白认罪 她盗窃的八千元钱 也已经全部退还了被害人 大龙夫妻粮 因此请求法院综合考虑这些情况 对邱小云从轻处罚 并建议对邱小云适用缓刑 法院经审理 最终采纳了辩护人的辩护意见 同时法院建于庭审调查情况 认为邱小云具备社区邦教的条件 最终判处邱小云 拘役五个月 缓刑五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五百元 同时法院对邱小云附加了禁止令 禁止她进入夜总会 网吧等娱乐场所 而且禁止她每晚的十点 到第二天早上的六点 离开她住的地方 那么什么是附加禁止令呢 附加禁止令是刑法修正案八 增加的规定 根据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宣告缓刑的可以根据犯罪情况 同时禁止罪犯在缓刑考验期内 从事特定的活动 进入特定的区域场所 接触特定的人 也就是说 对于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 法院可以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 生活环境是否有不良癖好的 对她附加禁止令 目的除了在于维护社会的稳定 保护被害人和证人的人身安全 同时也为了帮助 适用缓刑的犯罪分子 改过自新 防止其再次犯罪 可以说是既有利于 发挥缓刑的作用 也体现了个案刑罚的个别化 犯案中 法院就是从具体情况出发 考虑到邱晓云是个未成年人 之前常常出入夜总会等场所 对她生理和心理的成长 都有着巨大的不利影响 对她走上犯罪道路 有着无可推卸的责任 因此在判处邱晓云缓刑的同时 判决邱晓云在缓刑考验期内 禁止她进入对她成长 有不利影响的场所 就这样邱晓云回到了家里 并严格按照禁止宁的规定 执行内容 这样的判决 让邱晓云的奶奶也感到十分的欣慰 大龙老婆见自己的阴谋 没能得逞 心有不甘 正琢磨着 怎么才能再找到机会 出了这口恶气的时候 检查机关却已涉嫌诬告陷害罪 将她告上了法庭 明明是邱晓云偷了她的包 法院也按盗窃罪给邱晓云判了刑 那大龙老婆作为受害者报警 怎么反而成了被告人呢 这里我们首先就要了解 什么是诬告陷害罪了 根据我国刑法第243条的规定 诬告陷害罪是指 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 意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 情节严重的 对于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那么大龙的老婆 怎么就涉嫌诬告陷害罪了呢 原来啊 大龙老婆八千元的财物 被邱晓云盗窃 他的确是受害者 可他却为了报复 故意捏造出了六万元钱的损失 而盗窃八千元和盗窃六万八千元 在量刑上可是有着巨大的差别 根据刑法第264条 以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 盗窃价值八千元的公司财物的 属于盗窃数额较大 量刑区间是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而盗窃公司财务六万八千元的 则属于盗窃数额巨大 量刑区间也就变为了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所以大龙老婆报案时 把八千元钱捏造为了六万八千元钱 也就将邱晓云盗窃数额较大财务的 犯罪事实虚假的夸大为了盗窃数额巨大 意图使邱晓云受到更为严厉的刑事追究 所以她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诬告陷害罪 最终法院判决大龙的老婆犯诬告陷害罪 除以拘役四个月 案件落下了帷幕 邱晓云回到家后 她的奶奶带着她来到了大龙的糕点店里 向大龙诚恳地道歉 而弄清了事情来龙去脉的大龙 不仅原谅了邱晓云 同时也感到十分的愧疚 她把原来妻子苛购邱晓云的工资 一次性补偿给了邱晓云 而四个月后 大龙的老婆也回到了家里 经历了这一切 她对自己的行为也是后悔不已 本案中 邱晓云和奶奶的生活 虽然艰辛贫苦 她小小年纪也饱受了生活的风霜 但财富和尊严 都应当通过勤劳来创造 拼搏来赢取 而不是不劳而获 更不是违法犯罪 大龙的老婆财务被盗窃后 及时地报警 保护自己的权益 这并没有错 但她却自以为可以利用法律 报复邱晓云 那么最终也是苦果自食 其实纵观权案 邱晓云和大龙的老婆 在某个阶段都是受害者 也都是加害者 但他们错就错在 选择了错误的方式 维护权力 选择了违法的手段 报复对方 那么等待他们的 也终将是法律的惩罚 好的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法律讲堂 如果您想获得更多法律资讯 进行关注CCTV法律讲堂微信公众号 咱们下期再见 丈夫刚刚去世 姨父子就遭人暗算 险些流产 自己亲手买来的保胎药 怎么现在就变成了流产药呢 婆婆承认是她做了手脚 但在询问时 她的回答却漏洞百出 对于流产药品的来源 一直是吱吱呜呜 几次说法都不相同 流产药到底是不是婆婆换的 警方调查又会牵出怎样的 暗中暗 是谁想害我的孩 明日播出